电信IPTV确定能看世界杯,好消息绝不缺席。万众瞩目的,2018俄罗斯世界杯已于6月14日北京时间23点正式开战,首场比赛东道主俄罗斯已无比零大胜沙特。 然而世界杯首战的第一晚,中国球迷却看得不太舒心,理由都是称中国移动根本看不了世界杯。中国移动咪咕视频在世界杯播放的第一晚居然出现视频卡顿,画质拙劣,黑屏的情况。世界杯职业便咪咕会员吐槽业。 昨晚开赛不久就有不少网友在图,吐槽咪咕视频播出的马载客版世界杯太影响看球体验,更让人惊喜的是,所谓的免费直播,原来需要付费会员才能观看,但不少用户付了会员费后仍没能成为尊贵的咪咕会员,原本能享受足球盛宴的一晚,变成了如何成为咪咕会员探讨之夜。 不过大家不要慌,世界杯新媒体版权又传新消息,几经波折后,电信,联通的IPTV平台终于可以播出世界杯了,好消息虽然来得晚了点但绝不会缺席,IPTV才是打开世界杯的正确方式据了解。 近日,IPTV一级播控平台爱上传媒通知各省电信,联通运营商,世界杯期间对弈和爱上传媒,二级播控签署了三方协议的IPTV省份,统一提供世界杯赛事的爱上专区,并将至少提供32场赛事。 电信,联通的IPTV用户打开IPTV,点进首页世界杯专区,就可以观看高清的世界杯直播了。 没有安装IPTV的用户,用电信光宽带看央视或优酷直播比赛,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中国电信光宽带高质量的网络,保证了看球期间,不会出现卡顿延迟,更能保证看球时的好心情,电信四季随时随地都能看球,除了用电视看直播,球迷们还可以在随身携带的手机,平板上用优酷观看世界杯比赛。 至于产生的流量,优酷已经与电信,联通两大运营商合作,推出流量免费领视频任性看,的活动,电信四季新老用户,均可在活动页面,免费领取6G优酷定向流量包,确保用户便可在任意场景之下,观看世界杯比赛的直播。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IPTV上,进行世界杯直播的上限虽然有些晚,但还是赶上了世界杯的首发车,对于电信和联通用户而言,能选择IPTV观看球赛直播,且全程高清,视频不卡顿的情况已是好消息。 对于球迷来说,不再局限于移动公司的密公视频,才能观看世界杯直播,更是增加了球迷们的选择权。